嗨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硫酸纸的八种用法 首先,咱们可以把硫酸纸叠加到素材上面增加朦胧感以及层次感 可以裁剪成规则的形状,也可以手撕 我这里两种用法都是规整的形状,并且在硫酸纸上面还叠加了其他的内容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去临摹你喜欢的图案或者说蚊子 然后把它们放到自己的手杖里面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练习英文的brush字体 注意在硫酸纸上只有钢笔才能够更好的上墨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也可以用到铅笔 自己刻橡皮章的时候其实也是用的这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就是搭配荧光笔去使用 因为我们的荧光笔呢,很多时候都可能会有透纸的现象 那么我们用在硫酸纸上就可以完美地避开这个缺点 你可以像我一样去临摹一些喜欢的图案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发挥 对于不会画画的我来说 在做手杖的时候用这个方法就会有更多的参与感 完成之后呢,当然也可以放到手杖中当素材去使用 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搭配印章 用来打底或者说叠加在素材上都是非常好的 我这边用到的是棋牌的银鼠色 如果有白色印尼的话就会更好的发挥出硫酸纸清透的优势 第五个方法就是用硫酸纸自制收纳袋 这些收纳袋可以单独去使用 也可以放在手杖中做一个小小的机关 那我这边示范的是最简单的一种 用硫酸纸去做收纳袋的好处就在于它是透明的 那我们就能够轻易的看见里面的内容 边缘部分你可以像我一样用胶带粘起来 当然你也可以用点点胶 在封口部分我们可以用到圆点贴 同时也起到一种美观的作用 因为前面讲到荧光笔用在硫酸纸上不会透 所以我想补充一点 我们也可以用荧光笔 在硫酸纸上去画一些小小的物件 或者像我一样画一些小格子 用来做手杖的打底 颜色就可以自由搭配啦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在画好的格子里面 写一些brush字体 写好之后就可以直接放到手杖里面做标题啦 当然硫酸纸也可以单独的用来做小卡 或者是一些随手的拼贴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拼贴已经很满了 但是你又想要写字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借助硫酸纸 用钢笔在硫酸纸上写下你今天想写的内容 然后把它放在拼贴的上面 既不会影响到拼贴的美感 同时呢还为我们拓展了空间 最后一种方法就是做书签 你可以选择一张自己喜欢的卡片 然后把硫酸纸裁剪成同样的大小 最后打上孔 穿上一小段绳子 就可以直接放在书里面去使用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啦 拜拜 拜拜